喂 是林業嗎 喂 對 我是林業 妳在忙嗎 沒有沒有 我現在沒事 對 好 我想就是跟妳就是問一下 因為妳有看到小明剛剛發的影片嗎 喔 那個 嗯 那 我知道 我看到了 我想問一下說 妳跟鬼斧分手的原因是 她的問題 還是妳覺得是妳的問題 這要怎麼講 就說她去找我討厭的女生 一直打電話 聊天那些幹嘛的 嗯 就是 討厭 因為是討厭的女生 所以就是 然後就是我們不開心 陰謀那些的時候 她去找那個女生 或者說妳說怎樣 這樣子 而且不是第一次 就是很多次 所以我就 我就覺得說 反正我 對 反正妳跟鬼斧分手是妳跟她提的嗎 對 我提的 那是因為這件事情讓妳覺得說 其實妳也不想再忍受鬼斧這樣的行為 對 然後 所以其實不是 我導致妳們分手的吧 對 不是 所以小明當下 是有點像在誤導觀眾 對 算是這樣 那妳有跟大家澄清過嗎 澄清是指哪一個問題 就講說 其實妳跟她分手的原因是因為鬼斧這麼做 而不是 因為別的原因 沒有 我有講過 我有講 我有講啊 因為其實說實在話 我們不是有拍一支片嗎 對對對 應該說兩支 然後 裡面就是我們可能有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拍攝之前 我們不是都講好說 就是我們拍攝講的一些內容 就是 單純是為了影片效果 對吧 然後 這個看 聽音檔就好 不用看穩安那些東西 okokok 那我等一下再看 那兩支影片裡面就是 妳有 就是我說塑料給她自拍照 我不是說就是妳馬上拍就可以了 然後 妳說妳想要去戴假髮 然後穿女服裝 那也都不是我要求的嗎 對對對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其實在 我剛好手邊沒有衣服可以換 因為我們在對話中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提出一個處罰 妳不ok我也沒有強迫妳 我說喔好沒關係那不用 那不然這樣的處罰怎麼樣 就是也是妳我同意的情況下 那影片中講的效果 其實說實在話 也都是 我們兩個都協定好的 所以 嗯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 妳有跟鬼斧告知說 妳有講電話 所以鬼斧後來在Tray上 開我副本嗎 那 那說實在話 鬼斧講的內容 也是蠻 就是 她好像是認定就是我要跟她搶 搶妳 而且 我要跟你拍攝這件事情 其實她也都知道 因為我跟她講過說 我要找林業拍攝 她也說可以啊 妳就去跟林業說 類似這樣的對話 就是 其實都是有跟鬼斧告知 所以妳跟她分手 其實也不剛剛的事 就是單純的 妳要 因為鬼斧去外面跟人家曖昧 所以妳受不了分手 然後現在跟仲敏走比較近這樣 對對對 對 因為我現在這部影片 我就是單純被小敏就是 有點 弄到有點不舒服 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呃是指拿 拿部分要跟胡說說 就是 因為 觀眾其實不知道詳情 觀眾只知道 妳跟分 跟她分手之後 然後妳跑去跟仲敏 在一起 但 其實詳情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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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沒有在一起 跟仲敏很好這樣 對吧 我覺得 我跟仲敏有沒有空 就要進來講好了 我覺得 本來我那應該是有空 哦 仲敏是不是 哦 要找仲敏進來講 所以 妳跟仲敏的關係 要讓仲敏來說明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以鬼斧的角度 來講 就是 都是我的問題這樣子 嗯 但以我的角度來講 她 先這樣子做 我才去找高調 因為她考驗高調 嗯 就是 我其實不在乎 有沒有對我好 嗯 主要是不能 背叛 哦妳覺得 妳覺得鬼斧背叛妳 她就是 找女生 打電話曖昧那些幹嘛的啊 嗯 雖然說 這個對某些人來說 可能沒有到背叛 可是 我覺得在感情上 就是 要維持一定的 忠誠 因為其實 我跟妳這樣子 Line通話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妳看我也沒有用 我自己的Line加妳 因為我覺得 也是要跟妳保持一定的距離啦 雖然說在影片中 有做效果 所以我也是請 拿經紀人的手機 來跟妳做聯繫 然後經紀人也是女生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對妳們 我真的蠻尊重的 直到鬼斧在槌上 一直亂講話 開我副本 我才說 我怎麼可能 我要搶妳女朋友什麼 我們都有跟她告知 對 那今天我現在跟妳 通話過程 我會講一下 我是用我經紀人Line打給妳 因為妳完全沒有我的實賴 對對對 完全沒有 對啊 就再加上 有點被亂生化 就沒有的事情 不要讓人家亂生化 對啊 不然說實話傳到後面 我覺得對妳我來說 都蠻吃虧的 沒有做就沒有做 好 對 那鍾銘怎麼說 小米剛剛追蹤我IG 之後鍾銘他會回我 他在念信 喔他在念書 還是我打給他 他可能會回 好啊好啊再麻煩妳啦 那妳再跟我說 好吧 那我先告一下電話 感謝妳 嗨 你好鍾銘 鍾銘你好 嗨 沒有因為 事情也變得蠻複雜的啦 那鬼斧跟那個 你還有靈業的事情 就被小米搞得 也蠻複雜的這樣 對啊 然後 想問一下說 因為我問靈業說 那你們現在的關係是什麼 啊可能 靈業說你來講會比較適合 才會請到你這樣 好 可是 其實我覺得 我就是把它當作一個 類似粉絲的概念 你知道嗎 對啊 他就別人就說什麼 他在主頁標我什麼的 就表示在狗剛才 但我覺得 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我在主頁標題都會 也不太表達在一起 對啊 就是基本上你就是把它 當成粉絲在 類似在 比較好的粉絲在寵愛這樣 對啊 不能說在一起 對啊 因為現在事情 被搞得蠻複雜的就是 而且小米那邊 真的在亂帶風向 就是我其實 我跟鬼斧講得很清楚 非常清楚 但是鬼斧跟小米講的 是另外一個說法 他就拿我 講的比較片面的資訊 拿去跟小米講 對 對 因為小米現在 那個說法就是蠻多粉絲 咪咪我說 怎麼我讓 他分手 然後 林業好像是很糟糕的人 然後跑去跟 又跟你在一起 變成說好像 我跟你都是在 就是為了 搶林業 然後 對鬼斧做了什麼事 就小米把風向帶成的 類似這樣 對 對 所以我才想說 要跟你們 討論一下 因為畢竟我覺得蠻 蠻無奈的 對我 對林業或對你 因為事實的經過 我不知道林業有沒有跟你說 是說鬼斧一直跟 林業不喜歡的女生 在聯繫曖昧 他有跟我講 對對對 那 怎麼會事情也變成 好像是我們的問題這樣 對啊 會不會也是 被燒過來 你知道嗎 嗯 你有看我昨天直播嗎 我沒有看昨天直播 你說 小 就是 事情都已經燒到燒 燒到燒來 對啊 我是不是在怎麼解釋 也沒什麼用 越描越黑 所以我就是 只能把效果做下去 嗯 對啊 讚 然後 就只能這樣 很不耐啊 嗯 因為小明這部片出來 你看到應該也蠻傻眼的吧 我看到的時候 我是蠻傻眼的 對啊 對 包括昨天那個直播 昨天那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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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亂講 他那個拍影片 只是直播的剪輯而已 嗯 對 整段直播都蠻風向走感的 我可以把我跟他的 動畫紀錄 嗯 你看一下 很傻眼 我第一次說得非常清楚 好 你看看 好 好 那這個對話紀錄 我可以在影片上用嗎 因為我覺得比較有神亮的 可能是我 啊我今天來跟你們通話 我也是覺得說 呃我們 沒做的事情不能被怎樣講 有做就有做嘛 對啊 對啊 那你流量比較高 你可以幫我 你可以幫我 你比較好存錢 這一整個過程 我被他說什麼 是我 我是他們的分手到後說 但我跟林業 我也說了就是 我們在拍片之前 都已經講好是做效果 然後 一切的一切都是 我經過林業的允許這樣 可能要懲罰 我有提出過幾個懲罰 但林業可能就說 不太適合 我就都取消的時候沒關係 他尊重你 這林業都是可以做真的 那 那 是小明接收到的 就是片面的資訊嗎 對 你變成說小明說什麼 應該說 他有沒有 在直播往後 去求證 對對對 直播當下 他不知情 這是不可以的 但是他後面 又把直播的內容剪出來 我就覺得 沒有傻眼 啊 他等於是 加速了這個 事件的發酵啊 搞像你知道嗎 嗯 因為這件事情 本身可能 事情沒那麼複雜 但是被丟到YT上 他這樣子弄 就有點 嗯 變得好像我跟 我跟 就 我跟你好像有點像是 什麼 罪人 但就像你說 你所謂的形容就是 你跟林業就只是 沒有在一起 但是你們可能就是 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或粉絲之間的關係也好 對啊 那你的 你們說一切的行為 包含直播 也都是 你同意 林業也同意 所以才會有一些 影片或者是 剪輯的 那別人剪輯的內容出現 對 對 那說實在話 乾 鬼斧什麼事 都分手了 而且分手的原因 還是因為鬼斧跟人家曖昧 對啊 而且我已經很明確的說到 我對他沒有情趣 只是 可能只是朋友 或者是可能講電話 或者聊個天 就這樣 我想中心 然後 然後他就在那邊跟 小明說什麼 我打電話好不睡 什麼的 嗯 嗯 應該說 重點是 半夜無聊 我們先講 不管有沒有紅睡 不管有沒有電話 都不甘 鬼斧的事了 對啊 對 那說實在話 鬼斧會跟他分手 不是我 不是皇帝 不是仲敏 而是單純鬼斧自己曖昧 導致 怎麼會變成好像是我們在搶 對吧 對啊 對啊 而且你知道昨天在小明直播 前陣留言罵多少 罵你啊 都超通的 對啊 嗯 我就覺得沒什麼啊 而且看錯了什麼 我跟林業自己出生 欸 你這個 我們內容你會放到影片嗎 啊會 你可以澄清 昨天 昨天10個人吧 對 就是我跟林業不是單獨約 而且我也不是特別約他 是 我們本來有另外一群 嗯 我們今天本來就要吃飯 然後林業也在那個群制 阿文 阿文能不能今天一起來 嗯 就是本來單獨沒有特別 或者是我們 我們有人想希望他來 因為 因為他們就 該怎麼講 因為林業 對他們來的時候就是 可能是一個 網路女神之類的 嗯 之類的 對 所以他們就很希望他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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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約出來 並不是特別去約他 而是 對 了解 然後我也不是單獨跟他出門 嗯 當天去很多人 10個人 海洋也有去 就海洋也可以作證你們 其實就沒幹嘛 是大家 是大家一起出去玩朋友的概念 對啊 嗯 然後鬼斧就講的 好像是 他跟鬼斧分手之後 就無空接鬼 跟我交往 嗯 然後跟我約會 嗯 確實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最後我昨天 7點吧 吃完飯就 直接拍個主播 全部成全片 我還以為就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後面 後面就繼續少 然後我又再出來再講一次 哦 那你也是蠻無奈的 對啊 嗯 好那我大概知道事情的經過 因為我也是看到那部影片 我有點 傻眼到 因為我覺得這一點 已經影響到我了 對 嗯 像我在學校 在走廊上 像前幾天啊 我在走廊上 星期五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裡面有鬼斧分手 走廊上呢 就是 走過去之後說 就很大聲說 欸 他不是跟那個鬼斧分手嗎 然後還對他耶 哦 已經有點像是霸凌了 沒有 我在想法會被霸凌 我在想法會被霸凌 只是 外人不要 嗯 有點像是加速那種 事情的發酵 但其實如果為了流量沒有必要這樣啊 就是 你看 我今天大可以把這件事情拿出來 就是你跟他分手這件事情拿出來拍 我也是當事者嘛 我也被講 但我早就可以發片了 但我沒做 因為我覺得 你懂嗎 這做人還是要有點 你不能太過分 對對對 因為我跟你 早就在Trade上被鬼斧講 我早就可以拍一支片來 趁這波流量了 但我沒這麼做 因為 就有點 我知道這個一定會被講 你被綠啊 我大概能夠理解那種感覺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我早就在 YT發一支影片說 喔 是不是重名綠啊 是不是 呃 林業這樣 是不是會對你們生活造成影響 我不喜歡那種霸凌的感覺 但 我沒拍影片結果我沒想到 我現在被牽扯盡其中嘛 我不得不拍 如果 如果可以讓鬼斧進來 其實那最好 他如果可以在這裡面直接 跟我們 就我們講完 他是道歉的 那 是不是就更加的證明他是在亂說 那我要他喔 我 沒意見啊 如果看他敢不敢 那我要 鬼斧我問你 我來問好了 鬼斧 我問吧 你為什麼 要在小明的頻道 直播上亂說話 我就把我 想法 講給大清啊 對 你把你的想法講給大清啊 那我先問你第一個 我在翠上說我要跳樓 對啊 我印象中 我有看到這一篇啊 嗯嗯 還是 還是在某個程式 反正 其實我有看到你這一篇啊 不然就留言 嗯 好 沒關係你要這樣說沒關係 但 嗯 你不能 你不能表達的是 好像分手是我跟 宋敏駭你們分手的咩 我知道啊 那你知道你在講什麼東西啊 對 還有老哥 老哥 你先說什麼 很多什麼 都覺得我 你被我說服了 你在直播跟他說 我被你說服了 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我被你說服了 解釋一下 你就要不是說 我 我覺得你們要在一起 就在一起啊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再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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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全部看一遍 整個看一遍 我不是 用最後那一句話 來去概括我整個的想法 我知道啊 所以我有把聊天記錄 傳給小雲啊 你這樣做 那inch 你覺得他第一個 一個是要的 那或是要的 那個是要的 那個是要的 你覺得他有的 就是要的 所以現在事情是怎麼樣? 這點我沒說錯吧 你傳的是片段 不是完整的 對吧? 是啊 所以你是不是沒跟小明講完整嗎? 可是小明也會覺得說 重明不可能跟林業在一起啊 不是那個問題啊 但現在全網都覺得說好像 林業就是 背叛你去跟重明在一起啊 被你吵成這樣欸 再加上你透過小明 有比較有聲量的人 把事情變得更複雜欸 你知道我現在 我的留言區 我的私訊都被講說 我就是跟 那個 鬼斧搶林業 然後跟林業講的那種 很誇張的話 但林業也證明了 也證實了 我們就在做效果 影片的最後 我也說我們整段都在做效果 我不相信你沒把影片看完 對啊 小明也說也有可能在做效果啊 也有可能但是 你為什麼沒有講 然後那個鬼斧 你為什麼沒有說 我覺得可能是效果 我覺得應該是效果 然後就覺得說 啊我被你說服了 啊我現在這個林業在 你的態度就很堅定喔 你的想法很堅定喔 你的想法很堅定喔 那你怎麼會這樣跟小明講 還有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鬼斧 你知道嗎 你發 你從側一開始發我之後 我就在學校 一直被排擠 被霸凌 我走在者王上面 不是在玩我的歌 就是在朝向我的長相 身材 人品那些的成績 所有 全部都提出來 你有沒有想過 我的生活其實跟你一樣 我一直被認出來 一直被那些霸凌 那些嗆 對 其實跟你生活其實差不多了 你不能說差不多啊 但這些都是你炒作出來的 不是嗎 不是不是 你不能因為 你不能因為你的生活 跟他一樣 這樣講的好像是什麼 我跟你一樣可憐 你不用去批可憐 對啊 沒有啊 我真的沒有自己 我不能因為你可憐 然後你去 你要想說 好 反正我都這麼可憐 也沒差了 你真的有點與時俱焚的概念 而且鬼斧 我跟你聯絡 以及跟林業聯絡 我都是用經紀人 這個女生的LINE 沒錯吧 對啊 所以 我說實在話 林業也沒有我的私LINE 然後你一直在網路上傳說 我好像要跟你搶林業 我也在影片中講說 我不會跟你搶 影片你有看吧 有啊 對 那你在小明那邊說 喔 我已經離過婚了 但我還是有可能會跟他 跟他搶林業 跟你搶林業 你不覺得這最後很瞎嗎 確實有點瞎 對 你都會知道瞎了 再加上我問你 小明到底知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啊如果不知道的話 為什麼還要開直播 直接把事情炒到 像我跟仲明 在跟你搶女朋友的概念 給仲明 給林業 錢都要錢 喔 給仲明 給我還有林業 造成超級大的困擾 再加上小明今天發什麼 黃帝是分手的導火索 根本就在胡瞎扯啊 你有跟他講是 清楚有事情的錢 我沒有講 因為事情總是要澄清了吧 不然 說實在話 我跟林業還有仲明 又沒拿到什麼東西 很無辜欸 要被怎樣 我然後 歸屠 幹嘛 我跟你交往的時候 我就一定跟你講 我討厭豆芽 喔 你怎麼又在求這件事情 你先聽我講完 我們分手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什麼 我智障怎麼辦 秋姐 我們分手的原因是什麼 來第一個 你在我不開心的時候 不是來問我 是去找我討厭的女生問我 不是問我 問他 找我討厭的女生問他 問他 問他我怎麼樣 這正常的人來講 就是 我知道 對嗎 那第二個 你跟我 你跟你前女友 還有在聯絡 或曖昧之類的 第三個 沒有 分外都沒有曖昧的關係 你直播的時候 都在講我怎樣 我怎樣 我怎樣 我雙重人格 我什麼東西那些的 這一點 雙重人格 我不能多說什麼 我自己有感覺到一點點 可是呢 我覺得 這是很隱私的事情 沒有必要攻之於什麼這樣 你懂嗎 你懂嗎 你就是說你有沒有造謠 你有沒有帶一點猜測 的語氣在裡面 有沒有 我覺得大多都是效果比較多 不是效果 你效果的意思是指說 你覺得你感覺出來的這樣子嗎 對啊 那好 你既然要說的話 你在小明直播上 你有沒有說 你跟別的女生曖昧 導致凌葉跟零同手 你有這樣說嗎 沒有啊 因為我 就沒有跟 我跟他在一起的體驗 我就完全沒有跟其他女生曖昧夠啊 這個是事實 好 那這件事情我跟仲敏 其實不得而知啊 但是 凌葉說 有嗎 他覺得你跟那個什麼 豆芽 讓他很不舒服嗎 我問你 凌葉你有沒有跟龜夫講過說 你很不舒服 希望他不要跟 可是重點是靈葉做了更過分的事情 你們知道嗎 他跑去 你先講我做什麼事 就你不是跑去找高調 然後高調願意什麼 然後你就把聊天記錄傳給他 然後就高調 就把武漢女的聊天記錄 發在直播上給大家看 你根本沒有經過我同意耶 而且高調是我討厭的 你也應該知道吧 對啊 然後重點是你們之前還去見面 這個我就覺得有點誇張了 嗯 你說跟他們見面也不是當過 那是不是見見到面了 那是不是見見到面了 這不是當不當的問題啊 我就是討厭高調啊 不管他在幾十個人區域 我就是討厭高調啊 這到底不是問題 你討厭高調 你有跟凌葉講說 你不要跟高調聯絡 那 凌葉你不喜歡高調嗎 他有講 好 OK 凌葉自己承認有講 那凌葉有沒有跟你說 他不喜歡豆芽 希望你不要跟豆芽聯絡 或者是跟他討厭的女生聯絡 有嗎 有 對嘛 有嘛 那彼此都講的情況下 那為什麼你們彼此都還去做 這個就不干涉在我們今天其中 那是你們之前交往的私事嘛 可是他們的事情 對對對 為什麼我們會被扯進去 對啊 還有我到底幹嘛批事 你在小明的直播上講的不清不楚的 好像是我要求 林業要去穿女服裝拍給我看 我沒有這樣要求啊 我只說 就是一個賭注嘛 就像仲敏說 昨天直播到 像仲敏說 昨天直播到400人 他就把林業抱起來 沒錯吧 然後透過他渲染 然後今天又下一個標題 封面說 分手是因為我 你知道我超級困擾欸 我覺得比較 就是炒流量的關係 那炒 那炒 那就不是事實 然後就硬要 硬要下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就很硬要了 所以你覺得是小明的問題 所以跟你直播間的言論 沒有任何關係 我說的那些大多也都是效果啊 但是我覺得他下這個標題 我也是意想不到你知道嗎 然後我先是皇帝 我真的是不知道欸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下這個封面 等一下喔 等一下 這個 這個是事實嗎 那我問你 其他人覺得是開玩笑嗎 你們年紀不大這個 你知道你那個群組的人都非常相信你嗎 不是不是 你不能說什麼年紀這麼大 就這種開玩笑我看不出來 這種話 那好啊 我今天在網路上說 其實鬼斧 在學校的時候 都在吃同學的屎 我開玩笑啊 阿有人當真的怎麼辦 那你真的有吃屎嗎 這都跟空花者的事情一樣嘛 空花者爆料我一堆事情 他最後為什麼道歉 他很多都是聽說好像是 阿我真的有做嗎 不然他幹嘛道歉 這種東西 你講出來你說什麼開玩笑啊 我覺得也不好笑 嗯 確實 那我把你家地址講出來啊 開玩笑啊 可以嗎 真的 嗯 我知道 我問你好不好笑嗎 不好笑 靈業做什麼的感覺都是因為事群不是發生在你的地方 那件事燒到我很多場 對啊 你現在 重明有沒有跟你搶靈業 沒有 是不是因為 你今天 跟靈業分手之後 重明跟靈業聯繫 那重明也講了 就是單純真的是朋友關係 那 所有的一切在直播上都是效果 他們兩個也都同意 當事人都同意了 你這個前男友應該也沒辦法說什麼 而且 還是說你今天在跟靈業交往的過程中 就發現重明在跟他曖昧 或者是他跟重明有什麼 是嗎 應該也沒有 我聽起來有什麼 那好 那這樣子好了 我舉個例跟你聽 今天重明跟我講說 欸 幹 鬼斧好像都會 都會偷幹他家的狗 然後我就說 不知道欸 好像有吧 好像沒有 那我問你 他家要養殘鼠 喔 好 這不重要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一傳十 十傳百 你覺得大家會覺得 你有沒有對人家狗怎麼樣 而且是我們幾個 比較有聲量的人來說喔 那反正我都說 我不知道啊 應該有吧 好像沒有又好像有 我也沒有給一個確定的答案啊 喔 也沒有證據啊 那我今天就出 你信不信我 我等一下就直接發一部影片說 其實鬼斧都 亂跟人家搞曖昧 還跟人家上床 你就倒了 你就 你就說我沒有上床啊 但誰信啊 大家只想吃瓜 主要是呢 那我 這個人現在是 感覺會自向主義 對 因為就是沒感覺啦 就是沒感覺啦 反正就是鬼斧 就是做很多 我覺得他不爽的事情 然後我想問你 知道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整個 對 反正就是 經過一個晚上的想法之後 你決定要跟他提分手 但不是 你可以這邊可以發誓 你不是因為重名 也不是因為 就是其他人的因素嘛 你敢發誓嗎 我可以 對嘛 就單純是因為鬼斧個人的行為 讓你覺得說 你也差不多要分手了 對 好 因為說 早就想分手 只是在找時間 好 那鬼斧你有什麼話要說 他這樣說的話 那這樣聽下來 當下只有 當下只有說一句對不起 然後直接把聊天背景改掉 然後把所有關於我的事情都刪掉 你覺得這樣做 過分嗎 這個 四個人都已經很過分吧 連 你的分手這兩個字都沒有錯 你就 你就傳三個字 對不起 然後就這樣 欸沒有喔 我幾天 我想一下喔 我10月1號就想過 我10月1號就跟你提分手了 好 那那現在就是 喔你不喜歡高調 他有跟高調聯絡 然後他不喜歡豆芽 對 重點是他有見面喔 見面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靠 見面欸 嗯 那這部分我也 也不方便去多介入什麼 但關於你在小明那邊的直播 以及影片發出來的內容 這部分 我們今天是要來解釋這部分 那你跟林業的感情啊 說實在話 跟宙鳴 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參與其中啊 對啊 我們不得而知啊 所以我只待會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對 我昨天在留言的 我在跟前天吧 跟你私聊的最後一句 是不是有跟你講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不要亂造影 對 我是不是有跟你講說 我可以在現實發說 你跟你也打拋 我是不是跟你說 沒證實的東西不要亂他 我是不是有提醒官 有 那 好 我這邊 我之前 我講得很難聽 我跟你道歉 對不起 好 那你針對這個事情 你要不要跟我道歉 你把 風向帶這麼誇張 你害我被一堆視訊 然後我在小朋友 才被罵你 要不要跟我道歉 好 我 我走一臭你 我跟你道歉 對不起 好 可以 我也不喜歡你跟我道歉 但我只希望 是不是以後在網圈是可以 不要再亂講 因為 只會惹到越來越多人 確實 你看現在把宙鳴拖下水嗎 我現在還被說什麼 我跟宙鳴都在綠 都在綠 讓鬼斧帶綠貓 你知道 你知道不見效應嗎 對吧 你知道 這可能就是有一些小的動靜 到後面整個亂掉了 就是你可能 你可能說的話 不能說你說的是好話 但是 你說的話 帶一點個人的情緒 導致你做的話 跟現實有一些偏頗 你知道 經過網友的發酵 他們的討論 到後面有什麼 什麼 怎樣的情報 你有考慮過 是沒有了 我相信 我相信你在 直播上 你會因為 人當起來的氛圍 怎樣 你說的話 也許不會是完全的真話 對吧 你跟林業的感情是 分手不分手 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 你幹嘛好好的處理 對吧 你們的感情是你們的事情 對 阿我跟宙鳴的角度就是 我們今天身為創作者 我們找林業合作 就像我找你合作 問了林業的事情 阿我也說 鬼父哥哥你好帥 你說這就是效果 但 我今天如果對林業讓你覺得不舒服 你應該來跟我說 而不是 用你的 邏輯想法 然後繼續在 別的 平台 或者是別人的影片中說 喔 你覺得我就是要跟你搶 然後你其實很討厭我 什麼什麼 講得很難聽 然後好像覺得我不會看到 或者是覺得別人不會當真 這就是造謠 對 那我今天可不可以說 你跟你媽媽打炮 好像阿 有可能阿 你聽了怎麼像 OK嗎 不行吧對不對 但我就說好像阿 我上次聽鬼父這樣說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然後這個人聽到 眾敏聽到說 欸 聽說皇帝 皇帝說那個什麼鬼父跟媽媽打炮 真的 不知道真的假的 然後那個人再去跟別人喘 喘到後面就變 欸他們有了 是不是 對吧 我今天跟林業排的內容 也不是說什麼 你不要說有沒有曖昧 感受是你 但 在我阿嘎拍片之前 我也跟你講過說 我也要找他拍 啊我會做效果 你也都說OK 可以同意 那你不能在事後 又拿出來說什麼 好像我要跟你搶 既然現在你跟他都分手了 你就不應該再去 用他來炒話題 或者 也可以啦 畢竟有些主播就是會用分手來炒話題 對 但是你要炒話題的之前 你要想一下 因為你炒一個 你的 因為你的感覺 你所謂 你覺得 你現在讓 眾名冠上 喔 他就是因為林業 然後林業爛 讓你戴綠帽什麼的 搞得他跟我現在很尷尬 再加上 林業在學校 我覺得這個都是僅限於網路上喔 但今天已經 你讓林業在現實生活中 被說 喔 那就是戴鬼斧綠帽那個女生 這已經是一種 在現實中 已經一種霸凌了 你說我跟 我跟眾名可能在網路上 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生活中還沒有被 這樣子騷擾過 但你要想 林業一個女生 然後在學校被這樣講 雖然說本來就可能有被霸凌還怎麼樣 但今天被講戴綠帽這個事情跟 原本他被霸凌這個又是兩回之事 那你剛剛又講說 因為你在學校也被這樣 你不能因為你受苦 你就讓別人也要這麼做吧 而且 再加上他綠你這件事情 是你亂說的 對不對 對吧 那你亂講 你有證據說他真的綠你嗎 對啊 所以代表說你做這些事情 你是 假設我今天假設啦 林業自殺了 是你害的 那假設今天眾名不堪網路的眾夫 眾名今天被講綠人家 眾名就沒這麼做 越想越無辜 眾名自殺 那就是小明害的 小明跟你兩個人害的欸 沒錯吧 對 對啊你承擔得起嗎 還是說今天 眾名他 有在就是 真的有意圖搶你女朋友 然後被你抓到 那我覺得眾名就有問題 但沒有 跟你沒抓到的情況下 不知道的話不要亂講 對 那你跟林業的私事 我說我跟眾名不插手 因為我們不了解 我們多講什麼是錯的 但我跟林業所做的一切拍攝行為 你都知情 你也同意 那 眾名跟林業的事情 也是你們分手之後 無論是直播 有 報到他 又或者是他們兩個 發生的事 也都是在 分手之後 的事情了 跟你也無關 那 那 你就不能夠去黑白公 好 對吧 那你怎麼不說 你既然要說影片內容 你怎麼不說 林業也在跟我的影片中 又講到說 鬼斧之前都 都跟女生偷偷曖昧 你怎麼沒有在這件事情 把這件事情拿在小梅的直播上講 你懂意思嗎 你只講對自己有利的嘛 嗯 你只講自己想講的嘛 對 講難聽一點 你怎麼跟女生曖昧 你 你跟林業 心知肚明啦 那 跟你聊過天的女生 也跑來給我看對話紀錄啦 你我林業都心知肚明 有沒有曖昧你自己知道 為什麼不講 我就不多說了 那 既然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也沒有講你怎麼樣 我把這件事情拿出來炒作嘛 也沒有 對吧 我今天是非常保護你跟林業 甚至我還用經紀人來加 沒有用我私人來去加林業 讓你會誤會 我已經做到我覺得非常的 全面了 那你跟他的感情事 就應該好好的處理 而不是在網路上 帶風箱 讓他在學校 也受到霸凌 對吧 我這樣講如果有錯 我 我覺得林業 仲敏 或者是鬼斧 你們都可以反駁我 對不對 我說今天他們兩個自殺了 你責任也有 啊小明也不對 沒有去求證是你的經過嘛 剛剛仲敏有講 小明就沒求證 就這樣發出來 搞得他現在很尷尬 你懂不 那你今天跟小明在拍這影片啊 講聊聊你的曖昧過程啊 誰要啊 你懂意思嗎 對啊 對啊 所以你有曖昧這件事情 你我林業大家都知道的都知道 那你就不用在那邊多講那些 那 那是你們感情的事情 我也不贅述 但重點的是 不要亂造謠 你愛他那是你的事啊 但人家已經不愛你了 因為你的一些行為 對 那其實更別的說 你千年在現實吧 那些東西 對啊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當初你說他跟高調出去 你有沒有跟他提分手 這就是林業的錯嘛 但你選擇原諒他 繼續跟他在一起 那你既然選擇原諒他 就別提了 那最後林業跟你分手 因為你跟女生曖昧 他覺得不舒服 他要跟你分手 那就分 那就叫分了你知道嗎 因為當初他跟高調的事情 我們不介入 但是你原諒他 你也接受了 那就發生過去的事情了 但他現在跟你分手也是 已經確定已經發生 然後你們也分手了 那你就不應該再 把以前的事情挖出來 說他怎麼樣 因為那個時候高調 跟他怎麼樣 我不管 但你同意了 也不是你同意 就是你也接受了 雖然說你不喜歡高調 但林業跟我剛表明的就是說 他很確定跟你分手的原因就是 你跟太多女生曖昧他 原本在忍 但是後來他受不了 沒錯吧林業 林業不見了 好 OK 反正林業也就說對 所以 今天這個事情哪有誰對誰錯 林業不舒服 他覺得要分手 但當初林業讓你不舒服的時候 你選擇接受 他的選擇是分手 你選擇是接受 那你就應該要接受了 因為是你給他 就是你接受他這些行為的權利 你給他了 那他現在想分手 是他決定的 那你就不能夠再怪他了 而不是拿來繼續 在有 有聲量的實況主題下炒作 然後講一些 沒有證據的話 沒錯吧 對 那 基本上事情都在這邊 三個沒有問題吧 那個 這件事情處理完之後 恢復 不要再發跟我有關的東西了 不要再扯到 有關於林業 我 我跟他拍的影片 還有我 還有仲敏跟林業 之間的事 你辦得到嗎 我相信這兩個 我是想問這個 我現在還留紀錄 你辦不辦得到 如果你要上小米片我沒意見 但如果你還要再討論到什麼林業的感情 然後讓你多難過 然後因為誰誰誰綠你 亂講話 或者是 沒關係我們就會好好的來處理 但你現在能夠答應 你要上他頻道沒差 但不要再亂講話 不要再講什麼 就是你在直播上什麼 眾名綠我 欸眾名怎樣 或者是林業怎麼樣 你辦得到嗎 可以 那你們兩位都聽到了 林業跟眾名都聽到了 他要上小頻道可以 或者是直播都可以 都不會再 但不會再講到你們 林業剛剛也表達了 你以後不要在文案中 留言區 誰的影片中 在提到林業 有關於林業 因為林業已經 因為你在學校被霸凌了 因為他走在路上 都被人家說什麼 林業再說一次吧 再說給他聽 那不是那個代表人 那個誰誰誰誰嗎 因為你 讓他在學校 霸凌更嚴重了 鬼斧也跟我們承諾說 他以後不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 小明當天的後面的直播內容 已經真的歪掉了 你知道 我真的不想 被影響到 我的會考成績 對 好 那都同意了 都彼此說法都同意了 那就 那就 那就解案了齁 沒問題吧齁 嗯 好 那就先這樣 大家掰掰